今天我们要拆箱这些 好久不见我回家了 那么今天呢像去年一样要开箱的是 在整整一个学期之间 在这半年里面我家里收集的各种 Lolita小裙子包裹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因为我家里没有话筒架 所以这期视频回升会比较重 就是吧 多担待一些 然后我今天穿的是来自国牌银河有迹可循的优等生套装 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这么一个灰色 然后腰这边剪裁非常好的一件GSK 然后衬衫的话呢是一个充满了细节 就包括袖口这里 充满了珠子是一个很有那种宫廷 是吧 封的这样一件衬衫 加上一个剪裁很好 然后很简洁的这样一个GSK 我很喜欢这一套的剪裁 还有料子 这个料子就是很有垂感 但是又很软 就感觉是很好的料子 然后运起来特别过瘾 就是倒的时候可能比较爱皱 倒的时候皱得比较厉害 然后你把那个蒸汽的东西往上面一戳 哇就变平 就那种满足感 特别愉快 一定要试一下 好的 让我们开始开箱吧 好的 首先是这一件 这个是来自 好像去年这个视频里面也有它 樱桃爆蛋 的名画家系列 新作 一共有两件 首先是这样一件 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六 哇塞 好长 优秀 哇塞 因为樱桃爆蛋家一直给我的感觉是用很多特别好的辅料 很多很可爱的小细节 但这一件呢一反常态的上身感觉比较简洁没有用那种过多的什么边儿去装饰 就是一个这样一个纱的褶皱然后加两个蝴蝶结 对但是整个料子这种质感呢光泽度 感觉都还很不错 看一下印花 哇塞 有趣 这次的料子选了一个这种三角形折纹的这样一个暗纹 嗯 就是这样一件裙子整体配色是黑色和金棕色这样一个配色 然后这一套你们猜是哪位画家 是德加 我们都知道德加喜欢画芭蕾舞女 但是德加笔下的芭蕾舞女那种画风是很软 然后充满那种水粉就是啊淡淡的柔柔的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一次呢一套爆蛋选择的一个 我觉得是画风完全相反 就是用一种有点诡异像黑童话这样的感觉来演绎德加笔下的芭蕾舞女 我觉得挺神奇的 因为我个人喜欢这种黑童话呀诡异呀这种感觉 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 但我觉得可能和德加本人的这个作品风格可能不太一样 如果你是因为喜欢德加或者德加的画风而想要买的话 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画风和德加真的很不一样 但是真的很好看 哇塞 有种那种恐怖剧场的感觉 就上面有很多这种没有脸的长手叔叔的这个胳膊伸下来 是吧 然后是像傀儡玩偶一样 然后就是操纵着下面跳舞的这种 咦 这个脸仔细看还挺诡异的 但是很棒 我觉得背景画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就整个背景的细节完全都很棒 挺好看的 哇塞 喜欢 而且还是长裙 好看的 好看的 对 是这样一个 这个稍微 可以说滑丽一点吗 是一个三层白 然后上半身是完全黑色 然后用了一个很简洁的鸡蛋设计 这样的一个重点在下半身的cut 然后的话 看一下 哦 诶 等等 面花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不是不太一样 就是比例和安排不太一样 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更像是那种歌剧院 因为会有好多层嘛 就像是歌剧院的三层观众席一样 最下面是 就是在演出 对 就是芭蕾舞女 然后第二层的话 第二层在干嘛呀 第二层有很多观众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舞女的形象 怎么 正中间接缝又出现了 然后上面 对 然后在上面的话就是观众 是这样一个没有立体感 这种平面的立体感 这样的一个裙子 感觉也很好看 接下来要开箱的同样是上个视频里面也有传统的 出现过 难道说最近我每一年都在重复同样的命运 这个是类似表面咒语的玫瑰集 对 哦 给了一张这种叫什么蜡纸 对吧 半透明这样纸的一个复古的照片画的感觉 但好像石代和玫瑰集应该不是一起的吧 看一下 哦哦哦哦哦哦可以 对 料子不错 这个裙子吧其实对表面我没有什么担心的 我就担心选料和辅料 然后哦是两件要分开的 愉快 玫瑰集这个裙子的cut基本上是取自法兰西罗布 也就是这个是那个时代就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 可能是一种cut或者是这种裙子的形制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非常流行 所以你在很多油画里面都可以看到各种 是把贵妇人穿着翻译过来就是法兰西罗布这样的一件裙子 所以呢表面骤余以它们这种其实是一个蛮有历史感 这样一种灵感来做了一件弱群 我选择的这个是灰紫色的印花 然后哦哦哦哦 哎这料子还可以 不错就是 光泽 没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光泽 就是一个棉布 但是就是我觉得还可以 就比较软 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 然后辅料整个也都还不错 不错不错 这样的一件裙子 首先是一个 其实法兰西罗布具体的这个结构 我也不是很懂 所以这是有一个是上衣 然后加上外面P的那一层 然后应该有一个下裙是分开的 对 我觉得挺好看的 在这个紫色灰紫色感觉很温柔 然后再看一下下裙 下裙是 这个裙子上面还加了这种小边边 可爱 这个锁边的方式好神奇 锁完之后不是一条锁完 是一种有点锯齿状 然后带一点小就是 怎么形容 是个非常神奇的锁边 然后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丝带装饰 不错 细节挺好的 还挺不错的 哎呀 正好我拍摄了今天晚上是要掉落 然后我还要不要再拍一件 有点夸张 但是 对 唯一的问题就太短了 你看这个半裙才多长 我听说他们CP的时候 好像有预约过那种限量的长款 就是大家为什么不能多做长裙呢 作为一个1.68我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就是我就想穿长裙 长裙多好看呢 为什么不做长一点呢 但细节好看真的是很好看 挺不错的 喜欢 嗯 有谁CP买到长款 想出的话可以敲我 M码或者S码都行 这套裙子呢 我有一个秘密的小project 要使用它为原型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会上身试穿 这期视频里面也没有试穿哦 然后就是配饰 是有一颗护铁结 然后还有一个镜饰 哦这个蕾丝用的好 天哪 哦这次显料 真是太好了 这个是个 就是挺棒的那种棉的 有点手织蕾丝 那个画风的 当然不是手织蕾丝 但是就是整个 我觉得比那种 就显得很廉价的那种 画纤蕾丝 我觉得要好 然后也更符合 那个时代的感觉 所以 选料A++ 除此之外 表面还有一件 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上心 是那个什么什么 盛开的水岸的那个围裙 是很白的 啊 哦 好可爱 诶 是一个这样的刺绣 哦 哎挺新鲜的这个配色 蛮喜欢的 对 然后这个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 哦 嗯 那我说的话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丝带 因为整体都是棉的围裙嘛 突然加一个这种 半透明那种很鲜的丝带 我觉得气质不是很搭 但除此之外 细节什么的都还可以 我喜欢这种新的走边方式 特别好 真的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 然后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就是 红色的刺绣 就是白线在白布上面的刺绣 就这种 因为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更加突出了质感的不同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 这种低调优雅的感觉 很喜欢 很喜欢这件围裙 好可爱啊 好 那么接下来 开两个 我自己很期待的 这个是来自 阿娜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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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是记不住 狼叔是 阿娜斯达斯达 是阿娜斯达斯达 阿娜斯达斯达 OK 来自狼叔家的大衣 看一下 阿兰瑟 貌美极了 很好看的 深蓝色大衣 我觉得当时 如果有这个大衣的话 拿它去拍 神奇东的 哪里那样的lookbook 超合适 因为又很长 然后就剪裁 又很复古 就啊 肯定超棒的 看一下 嗨 真不错 然后这个是蓝色的 大衣面料之外 还有一部分 这是什么布啊 灯心绒 灯心绒的这么一个材质拼贴 在领子的后半部分 这个是很多 复古的西装里面 很常见的一种拼贴方式 然后肩部的话 这里有一道 这样横着下来 也是用了这样的拼贴 啊 超棒 好酷啊 哎呀 抱着感觉好暖和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是长款 超级长 好像 我现在没有超级长了 但是就是还 还比较长吧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 尖这边两道 这样下来的剪裁 就是很读出心智 然后读出 别出 别 就是很读书一致 然后莫名的有一种 铠甲的感觉 非常喜欢狼书家 充满了EGA风格 这种戴铠甲的感觉 帅 哦 然后袖子也是 有一个这样 很酷的一个 三角的形状 然后这一块 也使用了这个 灯芯绒 或者是丝绒的拼贴 好棒 嗯 然后背后的 翘起来了 背后的领子 也是带一个小尖角 就充满了很好看 很可爱的 也不是很可爱 很英俊的细节 哇塞 然后这件大衣 我是如此的喜欢 以至于 我买了两件 对 然后价格的话 可能因为最近 看了很多日牌大衣 觉得和日牌大衣 比起来实在是太便宜了 索性就买两件吧 然后啊 黑色 哎 等会儿为什么 What 哦 这个也有 就是 它领子这里 还有一个这种金属的 突然感觉 更加中二了 有没有 对 这样一件 哦 感觉黑的摸上去 有点 比蓝的要 硬一点 就蓝的感觉 羊毛更细一点点 嗨 啊 简直太好看了 哇塞 这个版型 简直绝了 天哪 这么显药的 罗装大衣 有没有见过 我觉得我的 VM大衣 都没有这么显药 对 而且我可能 买小了一号 太贴身了 但真的超级好看 而且够长 就是到我的 我看看到我的什么地方 到我的 到我的小腿中间 我一米六八 到我小腿中间 相当已经可以了 就是如果再长的话 对于矮的妹 就是不能穿了 所以 还挺满意的 啊 开心 比我的VM大衣 应该也要长一点 超级好看 幸亏双色了 双色不后悔 双色不上当 对 如果还出新颜色的话 还会继续 超级好看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 两件樱桃爆弹 德加系列 这个JSK连衣裙 和两件来自狼叔的 这个叫什么 叫刘光吗 这个大衣的上身试穿 四件衣服 全部都非常喜欢 尤其是 也没有尤其是什么 就都是全部都非常喜欢 首先长度全部都很够 长齐真是太好了 两件德加主题的小裙子 感觉其中一条 更像是去歌剧院 去欣赏歌剧 或者欣赏芭蕾舞剧 而另外一条呢 就更像是 在台上演出 就是让人 想要跳舞 这样的感觉 所以根据你的喜好 根据你喜欢是 高腰还是中腰 然后你平时是舞者 还是观看舞蹈的人 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总之我觉得 双花特别精致 料子很不错 然后行的一些 细小的设计啊 一些小的选择 全部都做对了 所以感觉是 蛮推荐的一件 然后这个大衣 哇塞 这个衣可能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饭 因为冬天可能 已经快要结束了 真的是超级喜欢 版型真的特别好 长度也非常好 各种满意 其实我还希望 能够稍稍再长 五厘米 可能是我的理想长度 但是现在 我也已经非常满意了 就是版型特别好 好帅啊 就感觉回到了 神奇动物在哪里里面 那个 虽然剧情上 充满了漏洞 但是衣服 还是非常好看的世界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在家里 应该还会更新 那么几个视频 猜猜我会拍什么呢 然后 这一次冬天 去欧洲旅游 因为是和父母一起旅游的 所以就没有 录太多的Vlog 我可能之后会更一个 如何带父母旅游 这样一个教学性 还有经验总结 还有美食分享的 这么一个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敬请期待 那么 这是2019年的第一个视频呢 希望今年也能继续看到你 那么我们 感谢观看